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顶端是由八条金丝编织而成的网状锥形体 锥形体上端有扁圆形孔便于佩戴 锥形体的四周镶嵌四枚圆形绿松石片 下端悬挂以金环 金环之下悬挂三半金叶 金叶与金环之间以金线相连 金叶中包裹一枚绿松石坠 每半金叶上又嵌移绿松石片 在锥体周围和金环两侧 都有以金线和骨环组成的串饰 串饰下端也有三半金叶 金叶之中有各包一枚绿松石坠 在锥体 金叶和金环上 都装饰有许多金桥的金珠 这对金耳坠整体结构看似复杂 但由于点 线 面之间的有机结合 使得结构安排合理 疏密得当 给人以美的享受 专家说 这对金耳坠是从山东省思博士林兹区的 商王村出土的 1992年 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 中国战国和两汉时期的墓葬一百多座 其中有两座战国晚期的墓葬 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这两座墓大小相近 形质相同 方向一致 墓葬的主人为一男一女 专家推测他们应该是夫妻 考古人员将女性墓定为一号墓 男性墓定为二号墓 这对精美的金耳坠就是从一号墓中出土的 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座不大的墓葬中 先后出土的陶器 铜器 金银器 玉器 漆器等近五百件 尤其与青铜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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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一定是特出的 专家说 出土的器物 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精美程度来看 只有在王侯将相的墓中才会出现 而从出土金耳坠的墓葬位置来看 当时属于齐国故都的领地 因此专家推测 墓主人应该是战国晚期齐国的一位女性贵族 金耳坠出土时放置在精美的七盒之中 在那个以金银为贵的年代 这对金耳坠无疑是女主人的心爱之物 让专家好奇的是 从墓葬的规模 大小等方面来看 似乎并不符合墓主人高贵的身份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专家根据器物上的明文分析 墓主人应该是战国晚期时下葬的 当时社会动荡 战争不断 金耳坠的主人去世后 人们来不及为他修建奢华的坟墓 而是匆忙将其埋葬 专家说 这对金耳坠极有可能是由齐国工匠制作的 齐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国力最为强盛的诸侯国之一 商业繁荣 手工业高度发达 史书中记载齐国 具天下之精彩至百工之锐气 这对金耳坠呢 就充分显示出齐国当时高超的金银器制作技术 专家发现 这对金耳坠的装饰手法很有特点 耳坠的上部是网状锥形体 专家认为其创作构思源于捕鱼的鱼网 网状锥形体上端是网 绳结处以堆叠小金珠代替 网孔内还配以名贵的绿松石 使网状锥形体如璀璨的宝塔 再往下使用金丝悬挂着的金叶 并包裹着绿松石中 专家说 这一造型模仿了枸杞类的果实 但并不是完全照搬 工匠在局部进行了艺术加工 金耳坠上所悬挂的三层九组金叶包厢的绿松石坠 更像是雷雷果实 让人目不暇接 工匠从自然界和人们的生活中 获取创作灵感 并大胆发挥艺术想象力 才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金耳坠 金耳坠上的金线细如法丝 如此精巧的金饰品 能完好的保存下来实属不易 专家发现 这对金耳坠上 并没有可以将其直接固定在耳垂上的构造 那么古人是如何佩戴它们的呢? 仔细观察这对金耳坠 可以看到其顶端分别有两个扁圆形的穿孔 据此专家认为 这对耳坠应该是和圆形的耳环配套使用的 佩戴时将圆形的耳环穿过扁孔 将耳坠悬挂于下方 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耳坠相似 还有专家认为 他们也可能是悬挂于耳当下的事物 耳当是中国古代常见的耳式 多用透明而富有光泽的材质制成 有着明月般的光滑 因此也被称作明月当 中国汉代的《岳辅诗孔雀东南飞》中 就有耳朵明月当的诗句 耳当略成柱状 两端较粗 中间较细 佩戴时正好卡在耳垂孔中 这对金耳坠很有可能是用细线悬挂于耳当下方的 中国古代女性的首饰种类很多 耳坠就是其中之一 它不仅起到美化女性外表的作用 还被人们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耳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出土的新时期时期的人形陶素和人形玉雕的耳垂处 大都有穿空 可见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佩戴耳饰了 中国汉代以前的耳坠极少出土 我们现在能看到最早的耳坠食物 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出土的一对铜耳坠 专家判断它们的制作年代应该在西周至春秋时期 除此之外 内蒙古自治区的西沟畔境内 也出土了一对战国时期的金耳坠 这对耳坠长约五厘米 耳环部分用金丝制成 下端有钮以挂坠式 坠式用金丝编程的锥状体连坠而成 其中的一件耳坠在两个锥形体之间穿有一块绿松石 黄金与绿松石交相辉映 显得十分精美 中国汉代以前 耳坠仅是上层贵族女性才拥有的奢侈品 尤其是用黄金打造的金耳坠 其主人的身份更是非同一般 据史书记载 中国周朝时周宣王昏庸无能 听信奸臣谗言 致使民间怨声载道 他的王后江氏为了规劝周宣王 有一天他走上街头摘下头上带的霸簪和耳坠等视频 常跪不起 意在劝诫周宣王不要听信奸臣的哄骗 能够了解百姓疾苦勤勉于朝政 周宣王看到后 改过自新成为一代明君 将后用脱掉耳坠的方式来劝诫周宣王 这背后与其独特的内涵有关 首先耳坠有警示的作用 在史书中关于耳坠的作用 有这样的描写 玄当耳旁 不欲使人望听 自证众也 大义是说 悬挂在耳记的耳坠 时刻提醒自己 误听信谗言 可见在周朝时 耳坠已经有了非礼误听和不纳谗言的象征意味 专家说 江氏脱掉耳坠 还有另外一个用意 那就是去掉自己作为王后的象征 以此让周宣王关注老百姓的疾苦 在中国古代 耳坠是头饰的一部分 也是区分尊卑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之一 尤其是用黄金打造的金耳坠 历来只有统治阶层的女性才能拥有 专家说 贵族女性当初佩戴耳坠还与女性的仪态规范有关 它能规范女性的头部动作 在《女论语》中就有 《行墨回头》的记载 如果耳坠的佩戴者头部动作过大 那么耳坠就会大幅度摇晃 影响美观 中国古人认为 女性走路时必须正视前方 才能时刻保持端庄 因此耳坠具有警示女性举止的作用 随着耳坠的不断发展 其规范女性仪态举止和提示物听性谗言的作用 逐渐淡化 而装饰作用则不断加强 这对商王村战国墓出土的金耳坠 做工考究 镶嵌名贵的绿松石 这证明在中国战国时期 贵族女性的耳坠已经相当精美奢华 中国古人讲究 耳大如伦眼大有神 认为耳垂小没有福气 佩戴耳坠不仅可以拉长耳垂 还能够起到平衡视觉的作用 专家说 商王孙战国墓出土的金耳坠 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真爱之物 他制作之经造型之美创意之妙 在中国先秦时期的耳坠中非常罕见 这对金耳坠向我们展示了 中国古代女性视频的独特魅力 中国山东省资博士博物馆收藏的这对金耳坠 可以称得上是先秦耳坠中的精品 它们反映出战国时期的礼仪文化 也让我们感受到齐国工匠高超的精气制作水平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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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